出游入住民宿 结果竟然被业者呛瞎说来单挑 有民众带着家人入住恒春的一间民宿 没想到住进去之后 晚上不断跳电 业者虽然找来了水电行处理 但是因为频频跳电 消费者认为民宿应该要折房价 或是换房补偿 反应之后呢 却被民宿的管家呛瞎说要单挑 让他当场傻眼 事情一po上网 网友直呼实在太夸张了 一开始老板的态度都还不错 一直跳电之后 因为可能有喝酒就渐渐不耐烦 开心出游却住到跳电民宿 甚至被呛心情怎么会好 老板就说不是好问题 我老公就跟他讲一句说 那现在是怎样口气比较大声 那两个管家就一幅脱料冲过来 就是要打架 有民众带着家人入住屏东恒春一间民宿 到了第二天竟然从晚上8点到11点不断跳电 虽然民宿管家有请水电行处理 但影响住宿品质 认为应该折房价作为补偿 没想到管家回说是我的问题吗 这时家人听到忍不住回说 现在是在干什么 结果管家居然呛说要单挑论输赢 让他相当傻眼 事情一po网 网友直呼实在太扯 对此民宿澄清 当下发生冲突的是请来维修的水电师傅 并非员工 冲突情况各说各话 不过这间民宿经过县府查证 是一间非法民宿 出门游玩 住到跳电民宿 就算事后补偿恐怕也无法弥补 旅游留下的不好回忆 记者苏世伟 屏东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